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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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台湾 差不多没有第一 这个是第一点 不要以为 美国比较多 台湾是非常坚勁的 离婚历史非常先进 很高啊 那这一种现象呢 所创造出来的社会价值 那一些在这一种离婚状态 家庭的那些子女 在这一种状态里面 他们会认为 男的跟女的结婚是幸福的吗 不会 他们认为 为什么 因为我们爸爸妈妈 就是男女结婚 所以造成我今天在这一种 非常痛苦的家庭生活里面 但是 每个人都需要婚礼 每个人都需要幸福 所以她就会往 不同的方向来走 来满足她的欲望 既然异性没有办法得到幸福的婚礼 那我走同性 那异性为什么不能够得到满足的婚姻 因为异性有差异 男的跟女的有差异 男的没有办法完全理解 女的在想什么 女的也没有办法完全理解 男的在想什么 所以因为在不同的差异里面 就会有不同的真实 那就是婚姻不美满的增长 婚姻不美满的一个引力 但是如果同性呢 同性就有相似的 好 所以她们认为 同性恋的一个同性婚姻 是为了要造就一个更幸福免满的婚姻 这是她们的一向的愿望 好 第二个 她们不会受不受一不一期的运数 与其痛苦在一起 不如怎么样 不如欢欢喜喜的分开 好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讲 与其痛苦的呆起 不如快快乐乐的分开 好 因为这是一种束缚啊 但是我们想回来 束缚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啊 对不对 为什么风跟可以飞当天 因为她有一条线 牵着她 牵着她 所以她才能够往上飞飞得很高 当这一条牵住她的线 减断了 断掉了 风筝还可能会飞很高 减肩不会 她一定会往下降 掉到地上去 婚姻就好像风筝一线一样 她必须要有束缚 没有束缚的话 这风筝一定会掉下来的 婚姻一定会垮掉的 但是呢 同性变得 他们远离手笔不一起的缚 太痛苦了 我不要 我要崇尚婚立的自由 我可以跟这个也可以跟那个 为什么不可以 你跟我讲理 为什么不可以 一个没有真理层面的人 他不会觉得说 我今天跟这个 明天跟那个 是不可以的 以前还有一个 一个看不见的那种 道德观念 来控制住 现在那一个 最后的皇殿 道德观念已经怎么样 被彻底的拆毁了 我们有一个当道 被安排到一个地方去领会 年纪大了 所以她坐我车 没有太车 当她坐我车的时候 进到月潭 她想说 哎呀我年纪大了 找个地方坐吧 那找了找了找 找不到 可以让她坐下一个地方 因为大家都坐嘛 好不容易看到 有一队年轻人坐在那边 哎呀这些年轻人 应该看到我 会起来让你坐嘛 那就过去了 结果她过去走到一半的时候 哎呀糟糕 不知道还要不要走过去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两个人在 彼此 好 两个人当庭当众在那边 牵嘴啦 哇 这个大陆想说 哎呀 那什么世代啊 但是她想说 我都已经七十几岁了 什么场面没有看过 这个我一定要去跟她看清楚 看明白 看着让她 不好意思 然后走过去 那两个人在kiss 咱咱咱咱就去 看她是不是会不好意思啊 结果这两个人想说 奇怪了 这个老人家在这边干什么呢 那之后 结果这两个人就要停止 然后 看荡荡 意思就是说 你在看什么 不理她 那荡荡想说 我在看你们 你们不会脸红啊 啊 这么羞耻的事情 在这边打 斗 这两个人喔 看完之后 又继续 哎呀 这个长老嘛 哪要说 日光之下 不是没有新鲜事啊 是怎么样 日光之下 真的变化太大 这个长老呢 一直摸一摸 就离开他 啊 我会这样子 这叫做什么 道德文化 这是一个现象 对不对 一个现象 我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 我看了会很不习惯 我这样子 在车站 学生穿学生服 男的跟女的 很亲密啊 抱在一起 哦 那如果是我女儿的话 怎么会这样子 抱在一起 这么多人抱在一起 穿学生服啊 套中生啊 哦 那么亲密 哎呀 真的是受不了 为什么 这表示什么 这个社会已经接纳了 道德的那一种 万类已经怎么样 往下掉了 这是非常可怕的 哦 所以在万类的世界里面 他很不愿意 让一夫一妻来诉 为什么要一夫一妻 我喜欢我 我为什么不可以 离开他 我为什么不可以 跟其他人在一起 嗯 只要有爱 有什么都可以 但是那个是爱 乱七八糟的爱 真的爱不是这样子 真的爱是专一的 那才叫做爱 没有专一 那就不是爱 就好像 我讲个比较粗俗的话 哦 对不起 就好像外面的狗 他绝对不会专一 为什么人跟生出不一样 因为神有神的爱 人有神的女 这可能 很 让我们去 去从 从外面的 整个社会的现象 或者整个自然的定义里面 可以看得到的 后来的生出会不会专利 不会 嗯 但是神要求人 都要专利 为什么 因为神是我们人的父 我们人是神的儿子 神是独一的 所以我们要专利 好 这个事我们要去理解 所以我们年轻人 不要被外面的世界影响 你看到很多 那不是对的 你要回到真理里面来 在爱里面 只有一 没有恶 如果你有恶 那就不是爱 因为你的爱是什么 万七八糟的爱 你的爱是情侣的爱 你的爱是满足 你在欲望上的需要 才有爱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因为他们要有幸福的婚姻 他们不愿意被一呼一气束 所以他们就搞出了多元成家 这是我们现在 这几年来 最热门的话题 最热门的话题 最可怕的话题 那什么叫多元成家 多元成家 其实它是有三个法案 第一个就是同性婚姻 第二个是什么 伴侣制度 第三个是什么 多人家庭 这三个法案 那我们现在呢 只是进到第一个 就是同性婚姻 那什么叫同性婚姻呢 就是它要把民法九百七的二条 婚约应由男女当事人自行定定 当中的男女把他翻除 男女翻除的话 这个是什么 不一定要男女 男的跟男的也可以决定 女的跟女的也可以决定 这叫做民法九百七十二条 你只要把男女拿掉 民法当中就没有明文规定 结婚也是男女 这叫同性婚姻 那大法官就解释这个 这个民法违背宪法 所以民法无效 那重新再立马 就是我们现在炒得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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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是同性恋团体的第一步 先搞成同性婚姻合法化 第二个呢 就是伴侣制度 什么叫伴侣制度呢 就是可以用在同性也可以用在异性恋 除了直系写亲以外 都可以成为伴侣 这个伴侣也可以说是性伴侣 所以不一定要结婚 但是可以成为伴侣 然后不限性别 都可以签订伴侣的契约 跟签契约也是我的伴侣 或许可以 有一间房子 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 我买的 好啦 我喜欢一个男的 我是男的嘛 我 我是比喻啦 我不是喜欢男的 我比喻喔 不要给我搞错了 我到处去 我伴侣喜欢男的 我没有喜欢男的 我是比喻喔 我喜欢一个男的 然后呢 我就跟他在一起 然后我们也要签订契约 我们就住在这个房子里面 合不合法 合法 因为如果第二个 把你制度通过的话 合法 好啦 我就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呢 欸 欸 欸 这个小姐很漂亮 我就跟她 欸 交往交 欸 她也很喜欢我 欸 她也跟我很风趣 我也觉得她 很好沟通 欸 两个人呢 就好啦 然后呢 又签这个什么 这个 办理 契约 好 然后只要 我的同性的这个同意 就可以搬进来住 三个人就在一起 有没有违法 没有违法 好 那我 第一个 跟我同性的 这一个 男的 她也在上班过程当中 又看到了另外一个 很漂亮的小姐 她很喜欢 又跟她签订了 这个同性 伴侣制度的伴侣契约 可不可以 住在我 我这个地方 可以比较我 可以 然后呢 可以 互换伴侣 这叫做 同性伴 那不是同性伴 就是伴侣制度 除了 慈细写心 被 革主 什么叫慈细写心 你知道吗 仔细铁金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就是仔细铁金 我的孩子儿子女儿就仔细铁金 不可以以外其他都可以 兄弟姐妹可不可以 Yes 可以 可以哦 你喜欢你的弟弟 或是你喜欢你的姐姐 可不可以 可以 你看 如果第二个法案通过的话 台湾不是完蛋吗 如果一个孙子 看到我的阿嬷 阿嬷很有成熟 可不可以跟他在一起 可以 因为他不是自己 这种法案已经在跑 他已经有计划的在跑 他从同性婚礼开始跑 同性婚礼过了之后 带来就范子子 范子子过了之后 再来说多人家庭 多人家庭就是什么 就是一队一队 可不可以一起住在那里 单位也可以 四队也可 只要这个房子装得下 然后呢 都可以成为家庭 就是可以成为家庭 他没有 不一定要有血缘关系啊 你只要统一流都可以 那也可以过着夫妻的生活 今天我跟他过夫妻生活 明天我跟他过夫妻生活 可不可以 这叫做什么 人家庭 这叫做事 太可怕了 把人家庭自由当成是一个令解 只要违反人家 违反自由都不可以 只要不违反了呢 都被接受了 人家庭这么伟大 人家庭自由当成是一个违反 太可怕了 这是第二个 那因为有同性婚姻嘛 同性婚姻可不可能出条来 不可能啊 那他们要有条来怎么办 所以就有第四个收养制度 收养制度就是可以收养 我们以前的收养制度非常严格 非常严格 那收养制度可以收养可以严养强 所以虽然我是同性婚姻 有没有可能有小婚姻 有 我拧养 这是后面再加上去的所有制度 这就是我们现在 吵得沸沸扬扬的多元成家 对吧 大概这四个 就是同性婚姻 我现在已经 已经大概要通过了 因为大午饭会 已经要叫他们逆法了 第二个就是万里支柱嘛 这第二步要走的 第三个就是多人人家嘛 最后就是要收养 这个收养制度 这是我们要面对的 好 那再来我们来谈的是 同性恋的三个错误的迷思 那错误的迷思很可怕 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告诉人家 然后取得大家的认同 觉得同性恋是合法的 合理的 合情的 我们不能够比试他 我们不是在比试一个人 我们在比试这一些 这一些现象 但是他就把他包在一起 你比试同性恋就是比试人 就是不尊重人权 这个人就跟这个人犯罪 这个人犯罪了 我是因为他犯罪 所以才处罚他 不是因为他是这个人 我处罚他 一样的道理啊 但是他就把他包在一起 你看清 你如果看清一个同性恋人 你就看清的 你就是没有尊重人权 我不是不尊重他 我是不尊重他的做法 但是我们现在都已经 搞不清楚了 现在社会 真的是不知道生病了 很可怕 所以我们一个懂道人 我们要知道 同性恋的三个错误的迷思 第一个 他们说啊 同性恋是先天性遗传 是天性中自然的行为 因此合理化同性恋 他说是遗传啊 遗传 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 神所创造的是什么 各同其列 有公的 有母的 有男的 有女的 是神所创造的各同其列啊 男的就是男的 女的就是女的 神从来没有创造出 男的可以变成女的 女的就可以变成男的 从来没有 那为什么后来有 是因为 亚当夏娃幻罪以后 人在这个罪恶的大环境当中 渐渐的迷失了自己 然后因为罪恶的关系 让自己的情欲更加的发动 后来就演变到最后在最后当中的情欲 情欲的困难 情欲的困难 还有这种同性的现象 所以这是罪恶底下的倘务 然后就把它归救成为什么 天生的 自然的 如果我们有兴趣 你上罗去查 我们现在索性方面 你上罗去查 同性恋主当是自然的 或者是他有任何研究 说同性恋是自然有的 天生的 你尝尝看 可以告诉我 没有 没有任何论文啊 来证明说 同性恋是自然的 同性恋是自然的 没有 只有 这几十年来只有两个 只有两个 但这两个一定被什么 被推翻了 被推翻了 没有 但是却在一些同性恋的团体当中 一直讲 一直讲 天然的 自然的 遗传的 有吗 我们要有一些数据嘛 我们可以上罗去查 是要很多嘛 但是实际上 这几十年要算百人啊 只有两遍 而这两遍都已经 他自己已经承认了 他没有办法去 但任何论文说 他是与生俱来 他也告诉我们说 这是后天的 他即使是与生俱来 我们也应该要怎么样 我们也应该要在 道理的层面里面来规范他 一定要规范他 不规范他的话 那是情欲的发动 就好像异性一样 异性是天生的 是神所创造的 难道是天生的 就可以像多元诚家 那个法案乱来吗 当然可以啊 还是要一夫一妻嘛 对不对 还是要规范的嘛 从来没有规范 你看多元诚家 都没有规范的 只有规范的嘛 执细显性不可言 尽量从来规范 可以调范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迷思呢 他们说啊 同性恋 同性性行为 同性不过去是个人权利 与自由 这是个人的权利 与自由 但是问题是什么 这个破坏人伦 这个破坏社会 因为这也会违反 神造人的原则 神则令婚姻 很清楚的讲 男的跟女的 神则则令婚姻 男的跟女的 神在造这个时候 祂可不可以造更多的人 因为祂的目的是要 生养众多 肩满地面嘛 如果要生养众多 肩满地面 的方式比较快 就是造一个男人 可以造一个女人 生的很快 但是神 祂只造一男一男 如果 神认同 人权 说我要跟男的跟男的 结婚 女的跟女的结婚 神也应该要让 男的跟男的结婚 可以成小孩 女的跟女的结婚 也可以成小孩 因为祂生养众多 肩满地面 但是有没有 没有 这些都是迷思 都是要弹在自己 把自己所想的合理化 这个是很可怕的 同性恋 同性性行为 同性婚离 是个人的权力跟子女 把自由跟权力 拉得很高 然后呢 把真理 把道德 压在背下面 这就是现在 可怕的地步 第三个 迷思 错误的迷思 同性性行向 同性恋是无法改变的 也不需要改变的 因为这是你要帮我改变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 在人不能的 在神 凡事都能 我们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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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过几个 这个教训的案例 我们现在 我们教会有很多辅导的 辅导的这个辅导机制的辅导 这个在学校里面 读辅导的 从他们的口中 当然他在做这个 介绍的时候 他不能够 他只能够讲 家与婷 他不能够讲哪一个人 他们都有一些 有一些辅导案例成功的 那他们到后来 都讲一句话 就是说 这些不是不能改变的 也不是不需要改变 是不想改变的人 所讲出来的说辞 不想改变的人 而且他怕难过 他怕痛苦 所以他不想改 就好像一个人 吸毒一样 吸毒啊 吸毒可不可以 戒毒可以 但是戒毒成功很多 为什么 因为他怕痛苦 戒毒很痛苦的 他怕痛苦 因为他痛苦 所以我忍不住了 我要去吸 他忍不住要去吸 就更严重 更加更加难戒 所以一直到后来就这样 戒改戒改 当后越来越严重 我没办法 没办法改 一样的道理 所以不是他不需要改 也不是他 这个 没有办法改 而是 这些啊 他们为了他痛苦 干就不干 就是 我们从这个 名字里面 我们可以去理解 好 我们再看第四个部分 如何面对同庆面的冲击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他一定是 好像那个浪豪一样 我们到海边不可能 不可能没有被海水给建造 除非留下海 这个人生如浮海啊 我们是在海上啊 怎么可能被这个海水给建造 一定会的吧 但是我们肯定还要面对这些冲击 这是蛮重要的 第一个 你看左托马尔摩拉 还有那个伊迪亚的事件 我们放世纪十九章 还有世纪十九章 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同性恋的最后带来什么 灾祸跟嘴变 他最后的结局 一定是灾祸跟嘴变 从圣经三中来看 这是绝对的 跑不掉的 跑不掉的 第二个 对罪的纵容 包庇 促成更深的罪恶 还有伤害 所以我们不要包庇 不要纵容罪 不然的话 我们就会在这个罪恶的泥草当中 跑不起来 罪恶全是罪人类 社会与人性尊敌造成极大伤害 还有性犯罪 犯罪的集体与暴力 你看那个手头 性犯罪绝对不会是单一的 它会变成一个集体的暴力 现在我们就是被集体的暴力 我们现在被集体暴力 对不对 现在都是 闻南话说 勾一人叫人处一人 不讲话的人就被闯了吗 所以那些不讲话的人就开始发生了 神经都发出来了 对不对 这就是这个同性恋 在圣经的立场之下 那从一位第十八章二十章 那边就告诉我们 男人不可与男人行饮 这个是可证物的 在神来看是可证物的 我们不要只看中人怎么讲 人怎么想 我们今天在信条里面 我们要看神怎么讲 神怎么认 男的跟男的情可情饮 这是可证物的 那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六章七节 弃了顺性的用处 顺性的用处就是男女的用处 然后呢 男人不可与男人情饮 会受当德的报应 当德的报应就是一件定 所以有人说了 过去的艾滋病是以万剂 一万两万的万 那十年前的艾滋病呢 是以十万剂 现在的艾滋病呢 是以百万剂 将来的艾滋病呢 是以千万剂 我们想一想 台湾有多少呢 二千三百万 二千三百万 那那些人从哪里来 当然不是只有台湾人啊 全世界都拥过来 全部都跑到台湾来了 因为台湾是一个合法的荣幸 婚姻的一个国家 再倒进来了 好来多干什么 好来结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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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就是 将来我们要面对的 所以这个 会受到三个的报应 那当然我们要受到三个报应 所以 我们要面对同性的 要拒绝 好要懂得分辨 好 好 好 那科尼科前述第六章 还有提多 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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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有告诉我们说 外邦人要站在身上 起书十一章那边讲 外邦人要站在身上 外邦人有两种 一种是没有信主的外邦人 一种是信主的外邦人 我们讲信主怎么是外邦人 有啊 你读那个马太威斯法讲 若有地中得罪 所以你要去劝勉他 他若不听 你再找两三个人 当见证人去劝勉他 他又不听 你要告诉教会 他又不听教会 所以有种时候 就把他当成什么外邦人 所以教会里面 这一种外邦人 会随着时代越来越多 而且会称为教会的什么 主流 因为他举手比一多 对不对 没有道理人比有道理人还多 所以他就会在教会里面践踏教会 有道理人就会被他们践踏 但是如果以另外一个教会来说 这是讲真战 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们教会会被践踏会失败 不会 到最后是怎么样 主流出会出现 其实白马出现 天上降下火来就把他们全部扫灭了 所以坚持道理人逼难恶求 忍耐道理人逼难恶求 幸福美满的家庭会越来越少 但是会越来越珍贵 会让众人幸福 会让众人幸福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在信仰当中 我们要让我们婚姻 因为我们都有神的道理 而建立美满幸福的婚姻 当你的婚姻美满了 你所教育的孩子 他才会在幸福美满婚姻里面 来领受纯正的婚姻观念 忽然如何 所以我们大家都要理智了 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为了我们的信仰 我们愿意为我们的婚姻来牺牲 我们可不可以做得到 如果可以 那我们才有办法战胜这个婚姻 如果我们都不愿意为婚姻来牺牲 为我们的下一代来付出 那我们说我们要面对这个冲击 可能吗 可能的啦 我们只能够用幸福美满的婚姻 才能够在这一个浪潮当中 保守我们自己的信仰 保守我们下一代的信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要培养长大成熟的一切 长大成熟的一切 我们不要再吃灵 是那个 这个 这个灵牌啊 我们要吃甘蕴啊 对不对 在教会里面 我们不要只说 哎呀我的病要多一次啦 我们打到都是 哎呦我肚子痛了 我别说你 然后不要肚子痛 我怎么样 当然这个是需要 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 嗯 怎么样才能够长大成熟 要熟练真意的道理 我们请领教会很感谢神 然后我们每年又一次的讲习会 那但是哦 讲习会是在听好听的呢 听完之后就好像这边听这边出啊 我们要把他存记在心里面 到底是这样子 我们要明白这些道理 然后付诸实行在我们的敬仰复活当中啊 道理是行出来的 不是听出来的 文字法里加人最懂道理啦 因为他还有一个教训者 但主耶稣怎么说 你们哦 将男当的担子放在人家监头上 这几年年纪更值得有没有过啦 那主耶稣是在骂我啊 传道就是好像文字法里加的一样啊 哇 道理讲的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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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到底他有没有做 所以你要解释我啊 传道啊 我会讲耶 那你有没有做啊 还没有做啊 你做才重要 那你有做啊 你才能够长大成熟 对不对 我们不能够只是听啊 听大家都会啊 很舒服啊 一种来到会堂里面 这种脊椎下来 好好舒服 用家外面去那个彩台啊 对不对 大家很喜欢到家里面 听道理啊 因为家庭没有冷气啊 好舒服啊 坐起来好舒服啊 可以安息啊 可以长两个岁 对不对 但是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 我看 我们没有办法有长大成熟的灵性 没有长大成熟的灵性 这个风潮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 招架恶主 所以我们要让神的道理 公公恶主在心 也要让神的道理 确确实实的实践在我们的身上 第三个 我们要体会耶稣基督的心态 耶稣基督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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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对这些在困苦当中的这些人 我们要对非同性念者 要做一些预防跟交往的工作 所以我们现在总会有出一套 我们邀请医生 专专业医生 邀请专专的指导人员 邀请传道用圣经的角度 还要邀请一些 也有专专的人 写了十二篇 有关于这些同性片的一些 议题的一些文端 我们制定了一本书 然后会按照这个顺序 来交到我们的下一代 一定要这样教 不然的话 他们在外面 在学校里面学的都是那一套 那就完了 那第二个 我们对于有佛性念 倾向的呢 要关怀 关怀他 但是不要歧视他 因为他也是人 要关怀他 鼓励他 勉励他 勉励他 勇敢的离开这个 离开这个倾向 最后呢 要对同性戀子 关怀不起来的意义 要导致他错误的认知 更换环境 免离诱惑 建立可信 靠友谊 陪伴 还有辅导 鼓励禁止 祷告 任对培开 那这几个呢 就是 我用在 有关于 我们教会 有一些 那个 同性倾向的一些 利用选招 是用这种方式 他陪伴很重要 那时候 还没有 手机啊 或是电话 我跟他讲 二十四小时 你都可以打电话 因为我那时候住在家 我跟我大概都住在家 二十四小时 你都可以打电话 哪怕是晚上两点半年 没有关系 让他对你有信任 他打电话来 你愿意听他讲 让他对你有温柔 陪伴他 然后教导他 远离他 我想 就有机会 从这当中 来做回事 所以 我们将来要面对的这个现象 是严苛的 就信仰的角度来看 是严苛的 但是我相信 圣灵会代理 那我们在 未来的社会 未来的世界上 因为我们尊重神 认识道理 就能够 就并且要 属于光明的道理 就有道路代理 好 我们一起来 丧尸 三百七十三十 但是 你 那你 你 不懂 你 你 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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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